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是墨日本最受欢迎的中文分析师之一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在股市连续回交之下 我们散户到底能做些什么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三周时间里面 美股特别是纳斯达克科技指数 从高峰时期到现在累计下跌已经超过了14% 就连标普500指数目前也是 甚至于刚超过了10%的跌幅范围 而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分析师 或者说各种基金观点都说 基金一些有的说到 美股的回调或许将会超过50%以上 而且有很多人说股灾将来了 世纪的金融危机或者是金融风暴 也会在2022年出现 首先我说了一下 就是过去基本上每一次 所谓的金融危机也好 金融风暴也好 既然都是叫危机和风暴 那肯定就是啥呢 就是一个意外 如果人人都知道 今年一定将会出现金融危机 那么通常来说 这个危机就不太容易发生 咱们回忆一下 2002年IT泡沫的时候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 2011年欧债危机 那几次重大的变化的时候 哪一次 是咱们提前三个月六个月 市场上人人都在说了 危机要来了 危机又来了 危机要来了 4月就要来了 啪 4月真的来了 可能吗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所谓金融危机也好 或者说金融的风险也好 通常它就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且往往呢 是发生在一片繁荣景象 突然就开始清晰而下 对于像现在一样 咱们都知道美联储今年要加息 今年要加两次三次 甚至于四次利息 都知道4月不加就是5月加 美股要回调 美债要高涨 等等这些所有的因素 所有的人都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它要爆发金融危机 我虽然不敢说 百分之百不可能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百分之九十九 是不太可能 回调肯定会出现 金融危机不太可能 暴跌 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 好了 这是一个大概的方向 我们再来说一说 对于我们普通散户来说 能做些事 首先呢 我们按照国际对牛逼的 这个巴菲特 按照他的理论呢 过去几次的金融危机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市场波动的情况下 在这种波动时期 他个人觉得这样一些板块 或者说是以下板块呢 抵抗能力是比较强的 首先就是个人消费 我们说的个人消费 不是那些奢侈品 电器啊 手表啊 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食品 饮料 糖果 蔬菜 像这一类影响普通人生活的 每一天都需要的 即便是在危机时期 它抵抗市场暴跌 或者是大跌的风险能力 也是比较强的 那么在物价飞速上涨时期 根据巴菲特的理论来说 哪一些行业是不利于这个时期的呢 那就是需要大量现金的行业 为啥呢 因为利息连续上涨之后 融资的成本将会上升 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资金越多 你的融资利息也就越高 同样的话 融资的难度也会大幅增加 因此 在今年 对于哪些行业潜在是不太友好的 就是需要那些大量现金来支撑的 比如说 基础设施行业 像 风力发电 像一些电网 一些基础设施的网络 煤电水这些 即便是你需要很多的钱 搭建这个网络之后 它能所产生的利润 并不能让你翻倍 即便是你基础设施 价格很贵了 到这个电塔 用了两倍的钱 但你产生的电 你不可能卖两倍的钱了 还是以原价 稍微涨一点的价格卖 那么相反 什么行业比较好呢 刚才说到的像食品类 糖果类 像可口可乐类 只需要少量的资金 就可以大幅增加其产量 这一类行业 巴菲特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 耗费现金流 比较大的行业里面 同样也包括什么呢 就是现在依然是在 大量烧钱的 某些电动车企业 我说的这句话 其实除了特斯拉 基本上都在烧钱 咱们实话实说 中国可能是比亚迪 和某些汽车公司 是少部分是不烧钱 像电动车三强 蔚来小米和理想 也是在烧钱 所以美国的话 像Vivienne Lucy等等这几家 比较知名的 新兴的品牌 烧钱那就烧得更厉害 所以烧钱越多 需要现金流越大的公司 在利息上升的时期 在融资成本上升的时期 对于他们越不利 这个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我们来说一说 咱们投资者 散户 小白 如何来寻找那些 所谓的价值投资 我们知道像巴菲特也好 或者是像索罗斯也好 这些金融大鳄们 这些富甲巨商们 他们拥有的渠道 他们知道的人际关系网络 远远要比我们散户要多得多 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 不太平等对立的状态 如果你想做简单的方法 那些大佬买什么 你跟着他们买 跟着他们后面喝汤 这是一种做法 如果你要自己找出 那些所谓的价值投资的话 通常你就需要对这一类产品 或者是这个公司 比较了解 我本人在两个月之前 反复跟大家说到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就是 澳洲的皇冠集团 虽然那个时候 它的悉尼的牌照下不来 墨尔本被调查 客户又比较少 再加上政府对大股东 也不是很好 种种的负面因素 导致其股价一跌再跌 但是本质上 它这个集团所属的酒店 商业地皮和那些商业物业的价值 是在上升 同样的例子 我们之前说过像悉尼机场一样 解飞量下跌了90% 但是悉尼机场的估值一路上升 那就是因为悉尼机场所在的那块地皮 以及悉尼机场所独有的商业优势 第二机场起码得10年时间 还说不定更长时间才能造出来 所以像皇冠集团一样 它在澳洲各大城市 所拥有的那些酒店 一些赌场牌照 同样也是帮助它商业价值 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背后也有 物价上涨的因素的推动 对于我们普通的小白投资者来说 我们关键要注意的 特别是在利息上涨 融资成本上涨的背后 看几点我个人觉得 第一看现金流 啥叫现金流 这个企业是不是赚钱的 是在赚钱还是在烧钱 如果是在烧钱 这个时候它烧钱会烧得非常的快 速度会比原来更快 融资成本会更高 一旦血续不上 很容易发生资金链破裂 那咋办呢 破产 再融资被收购 如果这个时候现金流是健康的 是在不断盈利 甚至于盈利还在增加的 那么这个时候股价下跌 很大程度上对我来说 就是一次健康的回调 甚至于卖入的机会 另外一点 就是过去一年也好 过去两年也好 长期相对来说 比较被忽视的一点 澳洲的传统板块 银行股 银行股在利息下跌的时候 实际上是受伤比较大的 因为它的利息的空间 盈利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 被压缩得很低 它的利润点很低 但随着利息越来越高 它的利息差 中间的利润距离会越来越大 对于传统银行业务来说 只要利息不断上涨 它的盈利空间也会不断增大 因此 在过去一年 热门程度一直被打压着的 传统银行业 预计也会在2022年 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相比于去年的什么 新能源 电动车 元宇宙来说 我个人 在今年更看好的是什么 能够自己创造 阵线经流 不需要融资 不需要贷款 那些企业 才是真正能够抵抗得住 这波下跌 并且能够在未来 创造更多利润的公司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